看爆笑管家時, 記住光明正大著曬燈, 角色結體越割民之謀 很快就到春天了, 第三個學期很快就結束了 是呀, 但對我來說好像很久 不過大小姐來上學的日子 也只是貴老師辭職搞出大頭佛那一天 和上一集那麼大把 我畢竟都是女主角 為了令白王這條市有些話說 偶爾也像Chobis的阿一這樣彈出來 你又說了奇哥皮囊的東西 好啦, 阿三 學校真是無聊過Neo Fest的無聊之旅 不過, 如果這裡是封建學研或文藝學研 那就不同說法了 還有, 我也很想嘗試穿阿十福特學研的校局 大小姐這麼討厭上學, 真是令人頭痛 哎呀呀, 想不到在這裡見到你們 這兩位不是我們節目的主角阿楓和阿優 真是撞都沒那麼巧 你們是不是有什麼事 沒有, 只是想是很久沒去的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 你們不是回家學會嗎 現在喜歡放學練飛行腳嗎? 嘻嘻嘻 阿楓, 你是不是有興趣了? 啊, 不是, 我沒有 什麼? 那你就一定要來看看 你不得到我們再走個大運嗎? 來, 來, 來 沒有 等等, 等一等 給我你先走 大家知不知道, 在東京某個地方 有一座重大於T2P電視城的豪宅 還有這間大宅的小姐叫三千遠丘 有个忠诚管家叫林奇萨 虽然他们都是天然外 二人之间又有美丽的误会 但是他们主目之间的外 仍然是好像银河铁道那样经过 这个故事是感受囚图 与缘谱一间热水 BillyBilly这片真理肺 由呑雅是跟我以为缘小的 又叫《木贴》 不象棉的 為什麼只有点隔 明白箱是正直 就是人生 difference 身ized搬 不要放在 That鏡を見 рын法 假設真正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这个设计是创会那位前辈的喜好 16毫米菲林 这部不是超感光摄影机吗 我明白了 你们是研究电影的 是电影研究学会 你说什么东东 杰西聪 不是吗 我们完全没想过要拍电影 这么难的东西我们不懂 是这样 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 拍摄和四围收集古今钟爱 所有小小小电影 令大家爆笑一刹 所以这个手就叫做 Nitulica研究部 简青 不是 简青吗 那这个手就是用来杀时间的 哪个用来杀时间的 影子研究部 好像挺有趣的 什么 大小姐竟然会对 和其他人打架的东西产生兴趣 错了 她只是对影片产生兴趣 讲一声 阿优雷是哪个手的 没有啊 我现在没有 不如试试吧 我们就是想拍一些 好像薄黎柠檬那么可爱的女孩 才会参加这个这么有限的嫂子 还可以製造此刻无家的回忆 那在不在呢 这个是好机会 是个可以令日日 接在家的大小姐 充分享受一下校园生活的 千彩难逢好机会 这样都不支持的 我还算是什么管家 好吧 哇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 接着怎么样 实际上我们要拍些什么影片才对的 在桌面上放了我们之前拍的作品 哦 那就要吃着花生看好戏了 很多很可爱的女孩 不知道有没有摩尼莎她的粉呢 哈喽 我的名字叫凌奇杀子 今年是一一的十六岁 不知有哪位型男 肯和我一起去街街呢 哇 鸟仔 凌奇杀子 你来来的小姐 我们再不去 你们怎么可以偷拍的 而且还配上鸟仔 那不好吗 挺有趣的 不怕告诉你 很多地方都设定了镜子 又停在税务大楼的巴士 到次座巴士 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不是啊 你们不准偷拍的 我有眼力的 是这样 这条片又怎么样 哇 哇 老师 我 我 我已经 不可以的 灵气同行 我们两个之间只有私生关系 而已 我一直都很想这样抱着你的 你很坏的 你们两个会不好意思的 花生就是男人的天性 女孩就是他们的养分 有没有搞错 被你们这样搞法 我不是变成另一个杀月子 喂 老师 刚才那些是什么 意外呢 刚才那些全部都是意外 大小姐 我们都是够钟义走了 啊 你这么快就要走了 阿风 你来了没多久 如果要我再看这些 恐怖过蒸嘟的片 你让我跳到岂上 你不要这样说 我求求你 你救救我们 啊 救你们 是什么意思 看来大家都很开心 校监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呢 今天是葛叶大人 亲自于现场检查所有数的大人子 啊 现场检查 就为来看看 你们有没有做超越学生本分的事 就是这样 哦 原来你们偶然都会做些正经的事 别被他骗到阿风 啊 他怎么会做正经事才行 你知不知道他只去做些什么现场检查 就已经令很多学生受到伤害了 不如我求学会 都没有回船蛇球这招提的 你们还没够班 解散 还有美式足球级 竟然说怕被人继续 不用恶魔蝙蝠腾冲 解散 还有蒙狗剧场 好心公仔用照片的了 为什么没有真红的 解散 于是 很多弟弟 阿米 是数都给他消灭 啊 还不想被消灭 那所以 我们几个师傅千方百计 把孝监最喜欢的阿风 招纳入我们这个数 然后再给孝监看我们精心剪辑的 阿风 芳华 绝代 精华 泽陆 看看可不可以unlock孝监的心灵 没错就是这样 但是 这些东西就算被他看到 也未必会开心 什么 什么 有面积是看了 会令人蒙到喷鼻血的 凌其失摸销影片 我好想看啊 跳上看 哥叶大人 就这样没办法 影片研究部现在立刻解散 由明天起这个数 就改为 因田赤丝生活追击团 或者梅之深浅细声歌研究社 不可以改造一些正路点的数吗 还打算拍套阵经过我们三次元化的避藏影片 什么 避藏影片 本来还打算拍完之后给孝监你看看 到底是什么影片 工作人士名单NG片段集 NG片段 NG片段 没错 承拔的电影那些 通常Ending的时候 都会播放哈喽片段 就是那些 那些即是 又多有趣 虽然经常说错误 但你真是很吵 什么 大小姐竟然对戏赤丝以外的东西都有兴趣 身为管家的我一定要尽力帮助主人才行 喂 如果要放弃的 现在还来得及的 加油啊 阿生 真是厉害 是 一定要把他拍下 还是找小姐帮去替身吧 不行的 我不会用替身 来啦 成功 飞啦 另一方面 牧村同学 麻烦你不要再拍这些东西了 够了 都说了不可拍了 对啊 想不到这些陈年录影带还保存在 在网络社会 无论照片和影片都是覆水难收的 各位说主意是 第一届 八王学院影片研究目 火辣辣椅 口中的故事 银标猜 蛤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什么 搞什么 那当然 证元的名字 我们影片研究部 得安全第一 我们决定都是要拍一些 可以被一家大小排排座 吃花生 搅水果 按赶上到片 耶 哎呀 事到如今已经洗濕了头了 校监都已经答应了我们 如果我们暗瓦底 常叫一些阿峰有趣的片段 那下河期计活动budget 就会一次过加30% 何时说的 而且阿优刚刚都很爽快地答应了 就会做会员帮我们 啊 那不是很好吗 不过 说实话 这个故事比赛是怎么玩的 你闻得真是好好的 阿优作 总之呢 阿优希 就是这样了 阿优终一郎 啊 对了 其实叫我阿优可以了 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 喂 我回去了乡下 一条渔村那里住 那里就好像 一个时间停止流动的村落 初初去到 的确是有些得人害怕的 但是我们住的那家民宿 就更加恐怖 那里竟然放了一个残疚的 義工金翅囊像对着海 听民宿的老板娘说 上次你在晚上那座石像 会听到小孩子睡醒了 他会看过来 就会嘻嘻嘻嘻嘻笑 所以记住要早点睡 自然之 哦 之前听过 原来是这样 比赛就是要收集这类旧故事 错了 现在才是戏肉 听完之后 我决定像郭丹娜那样查一下 于是趁半夜 我就和另外几个小孩子 偷偷地走出去 那时刚刚是半夜两三点 现在想起 如果当时我们放弃了 那就好了 死了为黑妈妈 而且还挂大风 风声砌泥得像就死的病人那样 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 明明是夏天 但又觉得尖寒尖动 之后当我们醒醒的时候 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睡着了 起床的时候都天亮 是的 那石像是什么 哦 睡着了所以不知道 认真的你就输了 蛤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这么无聊的故事 浪费了今集十七个短片 就是这样 我们就想收集一些 有头威武美镇内容 无无聊聊的普通故事 整一段 让人一看完 就顶不信又骂一句 哎呀 说这么多都浪费了我时间的影片 那些这么废的影片 弄来做什么 人类总是不给阿保佑成 是人都会经历过一两件 这么无聊的事 哦 是这样啊 封你 有什么封印仔的无聊事啊 现在是时候解采封印了 你… 你层… 我… 其实… 小时候是住在难道 就来倒的屋里 哦 哦 有的吗 那间屋日久失收 一到夜晚 窗战经常惹叮叮喱叮 有一晚 我来到家门 那天又有格断赴 所以家屋又更加阴心 那天俺捯在了屁衫 但我突然感觉到 executive można 不用意 但怎那些行叮叮叮喱叮喱叮 Vou 가격 鼻 회 我多怕 但我不知道被什么 吸引进窗边 我掏向窗帘 慢慢地 glitter 看出窗戶, 看看發生甚麼事 我發現, 風比平時更大 然後怎樣? 甚麼都沒發生 我們就要這些故事了 不愧是阿楓, 一點就明白 你們過獎了 喂喂, 我也要說 貴老師, 你是從隨意門出來的 這件事是這樣的 平時日休息的時候 我不是在當直室裡嗎? 在某一天, 我循環樓回去 打進房間我就覺得 好奇怪 明明房間沒甚麼改變 但就好像阿虛感覺到的東西 我知道一定有一樣 對我很重要的東西不見了 然後我地毯色地找回整個房間 最後, 我終於知道 是哪一件對我很重要的東西不見了 那樣是, 那樣是 那樣是 我個人把胸癢癢癢都不見了 那又怎樣? 不用問阿桂賢業 我百分之五億肯定是貴老師 你一早就拼了那些錢 哎呀, 賤米呢? 對不起, 做了亂入四天王 但請聽聽我的故事 古拉斯先生, 這裡是學校來的 距離播完只剩下四集 就算做攝石人也要出場好 咳咳, 三千院家養過一隻 叫他Lucky的狗仔 是Dream On去 Happy Lucky Sunny Day的Lucky 說起來 又真的好像有這樣的蠢狗 她的確是一隻蠢狗 但是每天 一到晚六點的時候 她就會自動自覺回到那間狗屋裡睡 不過有一天 雖然過了六點 但她都沒有回到那間狗屋裡 我查過錄影帶 又不見她離開過三千院家 而且就算她怎麼蠢 我端猜她也不會蠢 在花園座檔室路吧 我嘗試出去找Lucky的下落 但是找也找不到 過了一天 過了兩天 Lucky還沒有回到那間狗屋裡 但是第三天 Lucky好像得到Lucky殺子刃 那樣回到狗屋裡 為甚麼 其實故事已經說完了 說得好過很假的肥仔 那麼Lucky這三天去哪裡 扮小Q 就這樣 現在就輪到我來講 之前練美大掃除的時候 虎鐵她不知道在哪裡 找到個梅德德的木盒 那盒竟然裝著一隻乾了的河童手 而且還被人弄成木乃伊 另外 木盒上原來還有些字 或者手可以一次滿足你三個願望 還要出奇過孖蛋 那你說了甚麼願望 糟了 就是有些很可怕的詛咒 然後到了第二天 那隻手 被人當是不可燃燒的垃圾丟了 喂 不是可燃燒的垃圾嗎 是呀 可燃燒的 是呀 我太過了 最後竟然當作垃圾丟了就算 好 好了 下一個輪到我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馬甲這個詞語呢 就是分身的意思 我要說的是突然見到一個 和自己幾乎一模一樣的人 聽說見到自己分身的人 過不怕就會死 有傳話林肯在被人暗策前一天都見過 日本詩人塞身西星 他都試過碰到自己的分身 這個都市傳說也挺真 你們不覺失身西星和濕身星星看來很像 還有 程翁學園和檸檬樂園這兩個詞 讀起來也挺像的 有什麼爹和油麻地 非凸和虛神 尤其說普通不如說無聊吧 世界充滿大文西密碼 順不順由你 請問 如果大家不介意 我想說一下我鄉下的故事 沙希小姐 我鄉下的房子也挺有趣的 不管是誰 總之有人上樓梯 就會發出一些嘖嘖聲 有一次 全家人一起在客廳那裡吃飯 但樓梯那邊就繼續傳來那些聲 然後我媽媽就說 我們房子還殘過大卷草子那間 然後就大裝修了 真是個好普通的故事 真是呀 聽到現在還是這麼無聊的故事 是呀這樣 還以為是誰 原來是你 主席 偉大的主席萬歲 主席 沒錯 他就是我們影片研究部的現任主席 偉大的骨梗同志士 是呀 不是呀 只是他們選擇逼我做的 什麼時候的事 你們知道 主席很厲害 他曾經試過做到一條 令普通人不以為是官方OP的影片 還做過爛Gap配音系列 和金摩拉山寨初音歌 不是呀 他只是亂說 話說回來 為什麼你們個個的故事 都有頭無尾 不愧主席 那你呢 那你又可以說到一個有台有美的普通故事 這場雖然不包有好料 不過我想說一個令你們煞時感動的普通故事 煞時感動的普通故事 例如說 在這個紅寒的宇宙 大家都知道 它現在以一個驚人的速度膨脹 同時大家都知道 在宇宙裡 國是走得最快的東西 哪些東西是常識來的 還有 在離開地球越遠的地方 膽脹的速度也會越快 那所以 離地球越遠的星球 遠離地球的速度 相對地也會越高 然後 去到最後 速度就會超乎我們想像的 超越了光束 好神奇啊 這個故事 那就說完 好神奇啊 普通遊戲無聊無聊的一天 就這樣過去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好事呢 是肚子?為什麼? 這個是…肚子逃走了 對了 既然是這樣 就把肚子逃走了 這裡有一個很普通的故事 下一集是通通不懂的通識問答比賽 現在我們來到雪路長期寄居的那間檔席室 我們就馬上看看她睡了沒有 不過是看之前 看著霸雪管家的各位 這集可能是我們三個最後一次 作為主角和大家見面的了 想起過去這年 寫手幾億千萬都可以 嗯… 雖然真的很捨不得大家 但其實結束是開始的結束的開始 只要有人緣就有緣再見 1 2 再見 再見 等等,幹嘛不理會我 喂呀 畢竟我睡覺那個美女上做UFO之下 都試過一馬三十萬人來看的 成功了 太誇張 ただ我接著 很無意思 太誇張 坐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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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